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讲座,我是赵子安 那今天在我的讲座里面我会告诉你我在高山奋发的故事 然后还有我在应用日语系带给我的成长 以及我在日本曾经实习过一年的经验 那这是我的目录,我的目录里面总共有 我是什么人,然后我来自哪里 还有我的应用日语系是在做什么的 以及什么课是一定要推荐你去上的 以及我参加了什么样的课外活动 然后还有在日本实习的经验 还有最后是告诉大家我在这四年中 我学到了什么东西,我的心得,还有我的收获 那切入正题,我的名字叫赵子安 我是台中人,来自台中市 台中市私立新明高中 我现在是国立高雄参与大学应用日语系四年级的大师生 那我的个性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 然后喜欢去参加一些我以前不曾参加过的活动 然后这些都是为了要真经自己 然后去学习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可是在这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目标 然后没有时间力,简单来就是一个废材 大概在高二以前吧 那直到高三我开始读书啊 然后读书之后读到一个很好的大学 然后开始去做一些我以前没做过的事情 像是戏学会等等的之后 我才开始慢慢喜欢上自己 然后有自己的机会 那刚刚说到为什么我在高三会认真开始读书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青春的理由 因为我在高三的时候曾经喜欢一个女生 那我把他说是被爱情冲醒的头 那其实我以前跟这个朋友他是我们是点头之交 我们并不太熟 那是到高三的时候有一次 我们老因为一些因缘机会 我们老师说那不然你们两个去比赛好了 我说比赛什么东西 其实最后去比赛的不是我 是他去比赛我陪同他去比赛 然后在这之中我也去给他一些我的建议 因为我以前有相关的经验 给他建议之后那我突然发现 他好像跟我蛮大差别的 因为大家有说我以前很废 可是在我最迷惘的时候 看到他那么认真的样子 有一次他在跟老师一对一在练习的时候 然后练习出来 我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 可是他虽然很难过 因为他没有把他要表演的东西弄好 他很难过 但是老师向他重新带来 还是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他表演的东西 全部再褪一次 我会觉得哇 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为了他自己的目标 然后这么认真的去完成他 后来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跟自己的对比 然后然后这整段我们去比赛经历 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 可是他跟我说想去一间他比较好一点的实力 但是我家境不是说不是说很好 所以我家人觉得去外线市读实力太那个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考上国立那边的国立 但那边的国立分数非常的高 所以我只好开始读书 我以前是最后一次科考的时候 我是全科的132名 然后我们科大概140人左右吧 加上那些没有来考的人 我是132名 然后开始在高升那一年开始读书 补习班每天彻夜读彻夜读 比别人早比别人晚 后来最后一次蒙尼考的时候 我考了全国的第23名 只是可能在统策的时候我有点失利 但是这没有影响到我上我想要去的学校 那在这之中其实最大时候让我成绩变好了 但是另外这个对我人生有什么影响 我在这一路上 像我从一开始没有什么学校 看到自己很绝望的时候 然后慢慢 我有这间学校可以选 这个好像我之前觉得很厉害的学校 他哇 国立的 哇 每个国立我都可以选 我才发现我可以去了解他 这个东西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我 然后 这个地方他什么样的特色 我才有去了解的那个动力 那后来我就考上了国立高雄参旅大学 那我上高参之后有什么转变呢 我用三件衣服把它总结 那第一件衣服是我穿上制服的时候 很多人对我们学校第一印象就是有制服 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我的制服 其实穿上制服之前 我觉得制服就是一个你出去要读书 我今天要出去读书 回来脱掉 我又变回家里面那个人 可是在高参不一样 一开始大家还没有制服的时候 看了空中就哇 很晚 哇 这个日文比中文还要好 是怎么回事 结果当我们在校哥比赛的照片 我在校哥比赛的时候 我们穿上同一件制服 突然觉得他们这么优秀 为了穿这件制服 我跟他们好像一样优秀 所以我开始对这个学校有认同感 就这个团体有认同感 然后开始对自己慢慢有自信 那第二件衣服呢 是我我们系的小粉红 就是印日系的系服 那其实印日系在高雄参旅大学里面 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因为他除了他是语言系以外 他又是一个比较专精在 没那么大众的语言上 所以可能大家的那个相亲会比较高 然后每次办活动的时候 就说我们这个活动就是一个小家庭 我们大家要参加哦 虽然这个对可能其他系列来说就是一个蛮常讲的口号 但是对我们印日系来说真的是真的 因为每个人的性质都非常相似 我觉得有一种缺义不行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找到了我身旁一起奋斗的伙伴 然后一起有个共同目标 成长的朋友们 那第三年我穿上作物服 虽然我写的是气氛秀研修生 但是这张照片是我比较 那时候刚看起来比较帅 所以就拿了 但是不是我穿气氛秀的样子 那作物服就是所谓日文的三维 我在日本实习的时候穿的衣服 那后面我会讲到我在日本实习的时候的 点点滴滴 那这边总结的话就是说 我在日本实习这一年是以个社员的身份 而非学生的身份 最后我告诉大家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成为一个可以激励他人 找到梦想的人 这要说一个故事 因为我以前我家住在新闻旁边 我常常就会去我高中去分享我的经验 那有些人就问我说 高三在干嘛 你以前是怎么读书的 后来就有个学弟 他就听我的故事 然后来到我们学校 大家去面试 后来我在实习的这一年中 他就发IG说 我在我去了我最想要去的地方 谢谢大家 我真的很开心 我就回答说 你真棒耶 优秀耶 这样你可以去 他说就是这样 我今天会上高餐都是因为你 我听到就很 为什么 他说对啊 如果你今天没有回来的话 我就不会找到自己读书的理由 我就不会到我想去地方实习 我听完之后觉得原来我自己这么有用 而且这不就是我自己吗 曾经我也因为别人激励了我 原来激励别人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把这个当成我一个未来成长的志向 好 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国立高层参与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 很多人都对我们高餐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因为高餐算那个什么成绩很高 但他有超延的校规 那到底这些校规有些什么东西呢 我先跟大家说我的入学方式 我以前读高纸 我的高 读高纸的时候我就是应日系 应日科的 然后直到上了大学 我还是继续选择应日系 那我的入学方式是统策入学的登记分发 用我的统策分数去分发的 那高餐在哪里的 高餐在高雄最南边的地方 以及说靠近屏东 他根本就是在跟屏东在几乎在同一个纬度上 那同时他也是接近在 七经这边 算蛮偏远的地方 那这么一边要怎么到高餐呢 我就说我们平常是怎么回家的好了 台北的朋友或是比较远的朋友 他们就可能会搭高铁啊 然后到高雄的左营站 那像我就比较建有在台中的话 我就会搭火车或是客运 火车客运就会直接到建国站 那到高铁站或是建国站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搭那个捷运到直接到小港 那住宿方面就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大一是完全 全员规定住宿 像有朋友是住在小港 我们的学校正旁边 他就说那我们可以住在那个吗 自己家吗 说不行 大一就是规定住宿 没有例外 所以他还是每天晚上都回来 那军 那我们就是一年级住宿完之后 二年级要出去住宿 有些人会留在里面 那可能当干部他们就可以有那个住宿权 那主要出去外面的人 因为我们那个小港区也只有我们高雄参与大学一间大学而已 所以我们军训室就有把附近可以租的那些租屋的资讯都贴在我们那个军训室的网页上面 那这些租屋就是他们有去看过 然后看过那些 这些出租出租商 然后跟他们觉得 哦这个是适合学生住的 然后他贴上去的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学长姐传承 像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有些地方可能他们租的那个资讯网上面没有 可能一一里面找的 那全家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不错 那认识了学弟妹啊 就可以来接 那为什么要传承 因为一年级不是住宿吗 二年级要准备三年级要出去了 那四年级要准备毕业 所以我们会有个交替期 每个人住在同个地方只会住一年而已 除非你住宿 那我们高摊学生在这边吃什么 虽然我们学校是有学餐 但是学餐不像外面是很多厂商 我们是一间厂商 包括可能早餐午餐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蜘蛛餐 然后还有线草之类的其实都有 可是学生也有些喜欢吃外面的食物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骑车到一个叫汉明路的街上 那我就介绍一下我最常吃什么 我早餐一定常常都会吃小本蛋饼 因为我超喜欢吃蛋饼 那它又是面糊做的 然后还有一间鸡腿饭 只要在高餐 没有人不知道这间鸡腿饭 这间鸡腿饭原本是有一个名字的 什么什么圆的鸡腿饭 可是后来可能因为商业纠纷 所以它就把那个前面两个字 就直接变鸡腿饭 那最后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没有见名的泰式料理 它是一个泰国阿姨做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骑着 然后挂在一个不显眼的餐位里面 然后我都叫她阿姨泰式 我们全系都很喜欢吃这间料理 然后再来要讲到为什么我会读高餐的 你们刚才想到这么远 然后是不是又有校规这么严 空气又不好 为什么要读这边呢 其实对我来说啦 就是口碑第一 因为当时我在问生命老师说 哪一个大学是我可以去读的 老师几乎非常一致的 跟我推荐说高雄餐旅大学 尽管我们是音质系 他们觉得高雄餐旅大学的学生 回来的学长起来来宣传也好 或是只是跟老师聊天 他们觉得高雄高餐的那个学生气质很好 然后我口条已经不是很好了 许多人的口条比我好很多 很有自信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高餐 好像悠闲 不知道怎么讲 不像大学生有什么刻板印象呢 第一 这个就是最很会煮饭 别人我说你读高餐 那你很会煮饭 要当厨师 没有 我超不会煮饭的 我第一次煮饭 是在大餐去实习的时候 我去实习 没有钱 所以才只好自己煮饭 我们不是只有餐 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还有学生很乖 学生很乖 其实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我们很奴性 很会听上面的 其实这个对高餐生来说 你说对也没有说 说对但是又说错了 怎么说呢 因为 这是我们自己选的 我们不可能说 进来之前都不知道这些资讯吧 我们知道这些资讯之后 我觉得 这个资讯我可以接受 那我在这边可以收获了到的东西 那我在这边是不是 呃 去承受他的戒律啦 他们给我们规定 我们去承受 那我们学到东西就好了嘛 其实每个高三生 几乎每个高三生都是这样想的啦 在学校的期许 就是学校有好几个话 就我没有背起来 我记得国际话 人文话 画画画画画画 可是这个对我来说 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觉得 一句话来讲 就是提前培养社会形象 因为 其实学生在学生族群里面 你出来外面是跟社会不一样 这在在实习的时候 我是有这样很大一个感觉 那 不过在高餐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学到说 你要去接待啦 其实就会让我们会有 提前进入社会的感觉 尤其是我觉得从国小 一直到大学都会学 德字体群美嘛 那高餐就是对群欲与美欲的去追求 德跟智是什么 德是 这五欲里面的最高要求嘛 那智呢 智是第二 智就是你所有学习的东西 你的脑力等等的 那体呢 体育 体育就是不用讲嘛 你的生 那个 活动力啦 这些的 这个就是看个人造化 群跟美呢 群跟美是五欲中最基本的要求 其实学校就是交给我们 交给我们群跟美 我们 可能要 不能 不能探法 不能 染法 可能 每个人要穿一样的衣服啊 那为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追求我们最 五欲里面最基础的东西 然后剩下 德跟智 让我们自己去体悟 这是 我在这四年深深感受到的东西 那高三有什么制度 其实最对大家来说最最期待应该就是整年实习吧 因为高三特别就是我们三年三年级的时候大学大学部 在三年级的时候全部会去外面实习 你可能去留学 你可能去海外实习 你也可以去国内的一些比较高级的饭店啊 或是处那个餐厅啊等等的 你也都会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实习 所以我们学校里面基本上是没什么大三生的 那高三的军旅生活是什么呢 嗯 很可爱就是草皮不能踩 头发不能染 那可能大家会比较需要知道的是 我们六点半一年级的时候要老扫 每天我们有些人就是大部分都是扫外扫区 可能扫草皮啦 或是什么什么走道啦等等的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需要知道的是 就是在宿舍里面的关那个关关于整洁的规定 就是你在宿舍里面你每个礼拜好像有两天吧 两天你要去要把你们的房间整理干净 每天的被子都要折好 因为他们会登记 那计划你叫机工材 那其实刚刚讲这么多 那高三学生有什么优势跟劣势呢 优势的话我看到这几个实习经验9 那专业性很高人脉也累积快 人脉累积快我想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学校 所以学校里面的业师或是学校里面的老师 其实都是这个领域里面顶尖的老师 那以后你可能去实习的时候老师给你介绍啊 或是你在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厂商 人脉会性质还蛮接近的啦 那校规比较严格这个就不用说了嘛 校规就是你在外面你已经体验过学校这么严格的 你其实在外面就不会怕了 那劣势呢劣势就是专业度高 因为我们都是学参旅的东西 所以学到的东西可能范围就不会这么广 那学校偏远参加可能别的学校联益 我们就很就是一个边缘人的感觉 那刚刚讲这么多优点我把它总和一句话 就是我们很刻苦耐劳 我们出去真金不怕火炼 那经得起高标准的检验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对我们的要求 跟可能对一般餐一般餐厅对 对那个什么员工的要求是 比起来我们会比较高一点 你可能像我们用的餐具啊 这些都是非常高级的餐具 那你身旁有可能是国手 我可能可能他以前是他们出一课的第一名 所以在外面我们会有 别人都会觉得我们算 平均来刚出来 刚出社会平均来讲的水准还蛮高的 那我眼中看到了高餐 我觉得高餐像是要建一座美 很美丽的金字塔 可是这座金字塔 我们学每个学生都是一块石头 如果少了这块石头掉来不好 或是少了一块石头 这个金字塔就没有那些完美的比例 刚刚讲完学校 我就来讲一下我们学校 应日系是什么样的系吧 那我为什么选应日系 我其实国中那时候是很想学医学 然后想考普通高中 可是我的成绩真的太烂了 都是空想而已 那我想想 嗯其实我的家人 因为我的我爸爸从小就从我小的时候 常会带日本客人回来啊 那虽然我那时候不会讲 但是就有点耳濡目染 觉得自己好像跟日本还蛮近的 那我的阿公他也是日本人 虽然我没有看过他 那所以我在高职的时候就选了应日系 那学一学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 蛮有兴趣的 我真的也想学也想学商 所以可能可以应用在我自己想学的东西上面 那应日系有什么迷思呢 可能很多人看到应日系都会在我看 将来看你有没有说中 应日系都是宅男宅女 我们喜欢动漫 但是我们没有臭酸 不是说喜欢动漫就臭酸 只是很 我觉得真的蛮多人 就会觉得你喜欢动漫 你就是一个宅男 而且你还不是普通宅男 不是只是在家你会觉得你狂看动漫 你就是都没有在出门 没有 其实很多人看动漫是喜欢日本的文化 而我们就是全部人都是这种类型 喜欢看动漫 喜欢上日文 喜欢上日本 所以才选应日系 那什么东西都翻译的出来 其实说口译跟笔译跟书信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个老师看我就说 你是不是读应日系是要翻译一些日本特色影片 我就真的很傻眼 其实像口译 我们口译口头上表达的东西 还有你书写的东西在日文里面是不一样的 还有你今天书信是给对方是什么样的身份 这个在日文里面都是需要个别学习的 那有些人会说 你以前你以前读英文 那现在又会日文 你英文一定很好 那这样的话你们很有优势呢 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 我们之前在问说 为什么 你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来英日系 很多很多人的理由都是 因为我的英文不好 想学另外一个语言 所以才来英日系的 那英日系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觉得英日系他学习的东西 不是日文 而是日式的思考 怎么说 我家里面讲了一个叫做 Omotenashi的东西 Omotenashi它是有一个检定的 Omotenashi像你 像是女下柜的时候 不是都会要撑手吗 你撑手的角度 跟你弯腰的程度 这些都是有规定 在什么场合要用的 可能这样会离得比较远 我就举个例子 像是我们去人家族人家里面 然后把鞋子脱掉 台湾人可能就 你鞋子可能会这样 把你放到鞋柜里面 可是日本人可能不会这样 日本人就会 鞋子你放在那边对不对 他会想你等一下出来的时候 你要出来把你摆成正面的 那摆成正面之后 可能会卡到 帮你再往前移一点 那这个可能有点远 再举个例子 我们在去日本便利商店找钱的时候 如果在台湾的话 他会把钱这样算完之后 放在你手上对不对 然后给你微笑 然后下一位 但是日本人不是这样 日本人是 找钱先给你钞票 1234放你手上 然后这边淋钱给你看一下 放你手上 最后微笑的看着你 等到你离开之后 他才会叫下一位 这就是所谓的殷勤款待 日式思考是蛮对 为别人思考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他的特色 那讲这么多 映日系在学什么东西呢 映日系重点不是在日文 而是在应用日文 那语言让你成长 我觉得日文对我来说 就像是一个戾气 那我要把我现在要推这个石头 推到终点 但是这石头可能很 很多那个什么坑坑洞洞 甚至是方的 我却用我的日文 我的工具把它搅成圆的 让我有顺嘴推走的感觉 那我们映日系在学习的时候 有四个核心领域 我们学校啦 有四个核心领域 第一就是口说 口说就是我们在平常开口 随时随地都可以讲出 日文的这种自信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纸笔 纸笔除了翻译文章 可能还有我们这一篇课文写完之后 然后去了解说 他的文法啦 他的他的单字 为什么要这样用 那再来就是职场 职场大部分就是结合我们 三年轎去实习 跟我们四年轎要就业 那可能常会有很多学生去日商啦 就是介绍我们在日商底下 要怎么做事 然后他们有什么禁忌啦等等的 那参与的话 最后就是我们结合整个 我们学校的特色 像是我们有那个导游课啦 或是说餐厅的日文课啦 这些都是算结合我们特色 然后去专一程度的去发展的课程 那我们四年有什么样的课程 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那如果要把这些课程 比较说是为什么的话 我觉得大一大二 就是培养实习的基础 那在细分来讲 大一是培养你大二 你要学习这些东西的前提 最后大四是专业领域的学习 那怎么说这些东西 第一高一的大一的时候 我们学习的东西是像 你要开口的自信啦 因为可能以前大家考上来不 像我我就不是一个很会讲日文的人 我是以成绩上来的 那我们就要培养你站在台前 跟大家用日文分享这个能力 那第二的话 在大二你在明年要去实习 你要先有慢慢把你学生的身份 抽离你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 然后你要知道你未来要怎么 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东西 那大四呢 大四我们已经经过实习的时候 就是要跨领域 因为我们以后要就业 可能每个人就业的东西不一样 甚至是虽然我们是产业大学 有可能去百货公司啦 这些都是有跟我们合作的厂商的 所以我们就会专一在一个 我们需要的领域然后去选修 他们我们自己想要学的课 那还有我们常常会把日本的饮食旅游客 课程就是加入在我们的课纲里面 像是说刚刚有提到导流林队课嘛 导流林队课可能在别的系学 就是普通导流林队 但是如果在我们系上的话 他就会叫说如果这个东西在日本的话 要怎么用或是日本人要来我们要怎么用 那特色系商课程我最初把它分成这几类 第一类是餐饮专业日语类 那第二类是日语能力课程类 还有国际文化类跟餐旅食物类 那我在后面会抽出一些我特别有印象的跟大家说 先说我们的B.A.门槛 我们B.A.门槛是有A跟2B 那还有A加EC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我想要详细的话可以在我们一日系的系网 然后课程内容里面的B.A.门槛上面找到 那我这边先简简简单跟大家说 简单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的就是N1 刚才是A嘛A加其他东西 我一定要过N1 其实蛮多人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考过N1的 而且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过N2了 那B.类呢B.类是什么 B.类就是一般专业或第二外语征兆 那所谓的一般专业就是像 像是你的TQC的电脑检订 或是你的日语打字检订 那或是说比较简单的像 国内的导游中文导游领队 然后还有Omotenashi的初级 那第二外语征兆就是我们最主要是 考多亿TOEIC到500分 那C类中高阶专业证兆 就是我们刚刚那些专业证兆的更上级 像是我们说中文导游 在C类的话就是你要考日文的导游领队 那还有Omotenashi这个东西 Omotenashi刚刚刚是初级 在这边就要考中级 那因为那个难易度的差别 所以在C类的话 我们一张C类可以提两张B类的证兆 那未来有什么出入呢 我把它分成文类还有实用类 第一个文类 文类有笔译跟口译 那所谓的笔译就是像电影啦 影集啦 我们像同学也有在做游戏的翻译 或是那个书的翻译 然后还有商业书信 商业书信可能他给你送信 你把它把它汇成中文之后 再传给原本那个公司 那刚刚说出版书籍类有同学在那边是做那个小说的翻译嘛 那除了小说呢也还有可能 像是日文的教科书的翻译 这些也都算是书籍类 那口译呢 口译有分及时口译足部口译 我把它分开讲 其实口译是就是你现在 别人需要你翻译那个人讲了什么东西 你要马上把它翻译出来 他同时讲的 又称同时口译 那足部口译是什么 他讲完一句话 然后我自己用我的语言去整理要讲什么之后 再把它翻译出来给对方 那所谓商务会议的话 他这个就比较稍微偏实物部分 那但是我在这边写出来 是因为他常常也需要做口译的动作 那所谓的实物类呢 实物类导游领对 我把它分开来 那等一下我会在课堂上的时候 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把它分开来 还有下面的旅馆业跟那个商务类 那所谓旅馆业就是像你去hotel hotel你可能是柜台啦 那你有可能被分到宴会场 那你有可能被分到bell对不对 所以这个统生我把它统成为旅馆业 那再来就是商务业 商务类的话 像刚刚的那个商务会议啦 或者说你去当日商的秘书 或是你去谈生意 这些等等就算商务业的 那映日系有什么资源呢 映日系大概比较常用到的 应该就是日本情境教师 在这边会上一些特色课程 像是茶道啦花道啦和服的课程 然后比较跟可能是大家来这边读的理 那个吧原因之一吧 就是可以复日留学实习 那我们最主要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留学研修 留学研修是干嘛呢 就是你去那边一半 一半你有时间是在打工 那另外一半时间 你就在学校修那个学校的课程 当然你打工的钱 也都是你自己赚的 等于说你是自己赚生活费 然后在这边边留学这样子 那我自己是实习 那实习厂常有分很多地方 现在也持续在增加中 像关东地区啦东京啦 然后关西地区中部地区 这些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啦 然后甚至我们北到北海道 最近也开了一家 然后在鹿鹅岛部分也是有鹿鹅岛啦 然后冲绳也都有我们实习的地点 那通常都是饭店 然后分离会场旅行社 那最近可能还会有一些 特别的像寿司店等等的 可能都会跟我们合作 那再来刚刚那些合作厂商 其实他们大部分来是要征才的 因为最近日本的那个 日本的少子化影响他们蛮多的 那应日系 我们的应日系 其实在这两年 这几年在日本的业界上面 尤其是旅馆业 算 无份得到了很大的认可 那刚刚来那些我们学校的这些那个实习厂商啊 他们征才的时候也都会说 那你们来这边实习过后 那我们可以 你们可以来这边实习啊 就可以再来这边工作啊 直接用像内定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一个实际运用日文有什么机会呢 那可能跟大家别的学校比较相同的就是有国际学办有交换生这些的 再来高雄城市导览像如果我们有外宾需要那个什么导览高雄市啊 可能去坐个游览车之类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去带他们去导览介绍高雄市有什么样的东西 那再来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很大的成长 就是接待外宾 那接待外宾 这外宾除了我们一般的留学生的那个其他学校来的留学生啊 或是老师这些这些以外 我们还有常常会来我们学校谈实习的那个厂商 那他们来的时候当然因为我们学校音乐系的那个教室 并不那种系绊不是在非常靠近校门的地方 那基本上我们学校老师或是主任都会派我们学生去接待他们 因为我们学生其实穿制服就还蛮体面的 那接待他们的时候我们日常就要跟他们介绍我们学校啦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系班的时候 可能要帮客人倒茶 然后帮他们倒茶就跟他说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餐厅日文 那其实蛮多外边都觉得你们这个学校很专业的 还穿制服 然后很久很久那个映日那样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在高餐才有的东西 那映日系到底带给我什么呢 映日系带给我就是日本人做事的态度 我觉得日本人做事的态度 可能台湾人或是其他人是把一件东西做好 然后到人家知道的时候说那我们这个东西给你 那日本人是什么呢 日本是我们不仅把东西做好 还把这个东西为你量身定做 怎么说 其实最近有一个叫李艾斯的那个校园评件 他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就 那我们国际学院要出什么 那我们就出了我们映日系的那个 那个刚才说的情境教室 那情境教室的时候我们主人就说 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他们看到情境教室 我们让他们知道映日系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摆了很多漂亮的产盘 结合我们参旅文化嘛 还有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这边可以上茶道 那实际让他们体验茶道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这个东西后来在他们评件完的时候 还把它特别讲出来 这个映日系他们做事真的是很棒 非常符合他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四年来办活动等等的 其实都有潜移默化的在潜藏在我们的思维里面 那映日系要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第一基础的日文能力 其实基础的日文能力已经算有点高阶了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有那个 就是问大家说现在是什么阶级啊 其实有N1的人已经有差不多四分之一 剩下全部人都有N2 只有一个虽然他没有N2 但是他在同年马上去考了N1 直接跳过N2考上N1 所以每个人都是有N2以上的 然后喜欢跟外国人交谈这个就不用说 大部分会选择映日系都是这个 因为这个原因才进来的 那喜欢日本文化这个也是 像是漫画啦动漫啦 然后还有你喜欢日本的城市 甚至是你喜欢和服 喜欢查到这么简单的东西 都可以是你进入日文系的理由 那相似科技 相似的科技有什么不一样 举一个最大的例子 大家最容易搞混的 什么是映日系 什么是日文系 映日系全名是应用日语系 那日文系的全名是日本语文学系 我把这边用红色标出来 因为映日系最主要是要把我的日文 应用在生活当中 那去把它 结合你的事业也好 结合你的生活环境也好 反正我们是要应用这个东西 而不是研究这个东西 那日文系全名 日本语文学系最主要是在文学这上面 我们是研究 日文这个东西它的来源 研究这个日文它的美感 还有它的组成等等的 这个才是文学系 那他说什么东西 是我要推荐给你一定要上的课呢 第一节是日语听讲练习 菜皮疤变大嘴巴 正在台前的自信心 这个是真的我觉得 嗯 对我来说很受用的 因为我以前 虽然 会敢讲 但是其实讲的不是很好 那在大家面前我会 提提不起信心 那菜堂课最主要就是 在磨练你上台演讲 你全程都是日文演讲 面对的台下四十几位同学 没有分班了 二十几位同学 然后还有老师 然后写出 而且你的稿是你自己写的 那你要讲讲出你对这一件事情的观点啊 然后甚至你要配合你的手势 不要而且不能雀场 不能看稿 那刚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那些那些稿 全部都是自己写的嘛 所以我们在可能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有一个主题 那我们写出那个稿 那老师会帮你评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讲 那这一年来的练习之后 其实我们就已经具备了 嗯 轻轻松松就可以讲出日文的能力 不像高中可能以前是 可能有时候 那 Hajimimashite 我是谁谁谁 我是谁谁谁 这一些很简单的日文 那其实 因为学习这堂课之后 我们学到的是比较专业的日文 会用到比较多的用法 所以 老师最后会让我们在 期末考来期中考的时候 会让我们有校内旅馆导览 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叫做群线会馆的旅馆 那它是一层楼就是 基本上它就是像普通的旅馆一样 那直接带 学生的一等亲 爸爸妈妈等等的 那要怎么做这个 校内旅馆导览呢 我们首先会先抽房型 那 这个模拟就是 现在我要带一个日本的客人来住这边 那我要怎么介绍这个房型呢 可能抽 我抽到总统房 我要跟他说 这个地方打开了一间厕所 那厕所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还有这边有个有个客厅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可以 可以使用里面的饮料 那这边看出去去是小港完美 那小港这边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啦 然后甚至说 那边还有一个露天的露天的温泉 这个温泉它是哪边来的啊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要你要一边配合情境 一边用你的手势 还有你的日文能力 那高中上台的差别 其实高中我们都大部分都是跟老师一对一嘛 那这次我们上台的时候是 你不仅要讲出一个有主题性的东西 还要有你的想法 甚至你要敢跟所有人分享 那第二节是餐饮日文字语绘画 跟刚刚的日语听讲练习 它一样都是大一的必修课程 那它有什么特别呢 很多人都问我说 那你们高三在学什么 问我这个时候我第一个都会讲到这堂课 我说那同学问你们哦 什么是少赞多爱烂多德的性格 然后下面的同学说 什么是什么东西 从来没听过这么长的日文 我说这个中文叫做千岛匠 那同学说哦 我说这个是千岛匠 我从来没学过 我说对啊 没学过吧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高雄参与大学 我们学的东西 其实要跟这个东西有结合 那我们结合的时候 第一 我们要结合禁语要怎么用 在餐厅里面 我们要怎么用这些禁语 可能刚刚说的少赞多德的性格 少赞多爱烂多德的性格 这个东西要跟人家说哦 这个是哪个客人 那这个跟客人讲是不一样的 我们平常说什么什么 DES 那跟客人不能讲 客人要讲 什么说DE GOZAIMASU 然后可能对其他 嗯 你要签 把自己的身份压低 或是把客人的地位抬高 这些都是博大精深 日文最最难的地方 应该就是在这里 那再来奠定感开口的自信 因为我们在学上课的时候 我们配合的课本是有很多内容 那他老师会让我们把中间挖控 那挖控的时候 会让我们配合一位同学 那这位同学 呃 就是跟你一个A一个B啊 那一个客人一个 一个主讲 那上台之后 我们要先把我们挖控的地方 先把填进去 像是可能跟他的千岛这样 变臭豆腐 可能又变了什么东西 那我们要把它全部背下来之后 跟大家讲 诶 实际模拟的感觉 那如果你错了 老师就会说 嗨收留 下一个 那你就要重新再排队一次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很怕 到后来就觉得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失误啊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 哦 那 既然大家都会有失误 就像我 可能前面讲座 讲了什么东西 有时候里里拉拉的 这个都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 有什么好怕的 再来 这是二年级的课 是旅馆日文绘画 这堂课带给我的东西 其实很多 那先跟他说 这堂课最主要是在讲什么 是在讲旅馆实用日文 因为我们三年级 大部分的人都会去 去hotel去实习嘛 所以我们在讲的 像刚刚的餐厅日文 就变成说 我们在旅馆要怎么用 用什么日文 像我们面 在柜台面对客人 或是我们在宴会面对客人 不能只有请 谢谢对不起 像中文的话 如果说谢谢 那中文可能就会说 非常谢谢你今天到来 等等等等的 那我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旅馆工作的心态 我觉得很感谢 我在这堂课的老师 那我在后面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简单来说 这个东西就是 我身为一个社员 跟我身为一个学生 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明年要去实学的时候 是不是要用社员的心态去面对它 再来 这是系列的选修 是领队与导游食物 很多觉得 导游是不是看起来很爽啊 一个月只要上 可能十几天半 十五天半 然后就可以领大的薪水 那我现在分别什么 领队跟导游是什么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领队跟导游是什么不一样呢 所谓的导游就是 外国的客人来 我们带他由我们自己的国家 那领队 相反的就是 我们把自己国家的人 带去外面 那有什么不一样 导游 可能要 依照你现在带的这个客人 最主要是哪个群体 然后我们要 要用他们懂的方式 介绍我们自己 那领队呢 就是要用 我们自己人懂的方式 去介绍另外一个国家 让他们说 有这种感觉 那通通的就是 你必须要细心细心 什么东西要细心 有些人觉得这个东西很爽 其实导游在 这一段他的休息时间 可能他出去出团的时间 可能一个月只有15天 那其他15天干嘛 他可能在搜集他要出去的 这些地方的资料 然后他 下一团的客人 是要带什么样的客人 然后 这些都是事前准备 你可能还要让你去的行程 你去的那个公司 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再来你出团之后 更难的就是 现在旅行人把这个case交给你 所以你是这一整个团的负责人 你不仅要面对你下面这些客人的压力 你还要面对你公司的压力 其实导游这么高的行程 很大一部分是他的专业度 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责任感 那实际 因为学了这堂课之后 我在长夜实习的时候 其实蛮 就是蛮能体会导游要说什么 像之前导游 他就说 突然打电话说 我真的有跟你说要5个素食的 然后我就说 我们不是说4个吗 怎么变5个 他说没有我跟你说5个 就是跟你说5个 然后他就挂掉了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 可能其他同事有时候就 为什么这样这么讨厌 其实我自己就懂 因为他今天带客人 他要给客人一个专业的形象 所以基本上 他直线面对客人的时候 他不能让自己烙馈 那这些客人 在讲过来是谁的客人 是我们的客人 所以我们满足了这个导游 基本上就是满足了他的客人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趟 这个旅游行程才会顺利 那我参加了过什么样的课外活动呢 最主要我参加过系学会 我以前是活动长 那其实我在活动长的时候 对应该是有蛮大 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 那想过我主办什么活动 因为我们活动长一定要接 我们全系的第一个活动 就是领友会 那有时候都会跟其他的学生交流 其实不只是学生 应该说不只是学校身份的学生 像领友会他是一个有宗教 以宗教为主轴下面的学生团 然后他们来这边跟我们就交流 那其实可能会觉得很邪门 其实也没有啦 到后来就觉得他们也是学生啊 那去认识他们可能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话 自己有一种好像一开始跟有点刻板印象 到后来蛮开心的 那再来最常做的就是带主缘 因为我的活动组最常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出活动 然后出表演 然后出游戏 那常常因为我是活动长 所以常常都必须要带他们去练习啊 那我很有印象的是 我们上面这张照片 是我们最后一次表演的照片 表演完之后 我们就拍完照照 就啊终于结束了 这一年真的太累了 再把这个心思放在活动组上了 真的太多了 可是 其实大家到最后是很开心的 觉得 嗯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哦 我带的还不错 然后有些人在这上面 常常我们 跳完舞啊 留下来 可能讨论之后的活动 会觉得你的想法也不错耶 你可以给我什么样的建议 然后哦 原来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建议就是 我会跟各个单位斡旋 那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之前在刚干上那个 林友会活动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和老师不是很好 因为 我们主任他那时候刚上我们系 系的主任 那我们也是刚上系学会 所以其实我们都 我们这些学生对系是怎么运作的不太了解 那 老师 那个主任当时就是 蛮 蛮霸气的 帮我们把东西都处理好 那我们是觉得 哈那这地方这样子会不会怎样 哈我们本来想要这样的 为什么他这样子 后来活动很顺利的进行 然后也有人觉得我们这活动办得很好之后 然后有些人会怪我说 你这个东西怎么办的 其实这边开始我就有一些成就感 然后这一年下来我会觉得 其实 这些东西何尝不是一种学习呢 我们在跟老师做他的那个 这些做事方式的时候 刚开始我们可能不开心 到后来理解 直到我们学习交给别人的时候 这段时间我们反而跟老师 变得非常好 主任觉得我们就像个孩子一样 那再来有另外一个是我有 比较稀少的机会 他不是每年都有 就是我们的公费旅游 那当初我去参加的是福岛观光复兴 因为之前不是因为核灾所以福岛 他们的观光是受到蛮大的冲击的 那我就跟大家说 我是怎么去得到这个机会的 那时候系上就是有公开这个 公开招标给全校有这个机会 那有时候这个是公费 是完全不用花钱 包括你吃包括你住 甚至是那时候我们晚上 他们有排行程只有晚餐自理 那一天那个东西我们要下车的时候 他们不要下车 等一下我们一个人发3000块 你们出去吃东西 我说连这个连我们自理都算是 都算是他们要付钱吗 可能就只有我们在 可能商品街啦 买到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买的时候 我们才有花到钱 那这时候我上次就会觉得好心动 我弟在上次硬直系 从来没有去过日本 所以我就是 他们要做一个简报 然后去介绍福岛 那我就专注在福岛这个东西的名胜 然后名胜他的古迹里面 有什么样的历史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地方 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 然后 带入他的历史里面 然后跟他说 我是真的很想去 我在英日这几年 从来没有去日本 我真的非常想去 后来我就这样上了 那这边这张照片 是我跟他们的那个 交流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学 还有我们一起去的交流学生 然后我们在绘制 绘制日本面具的时候拍的照片 那其实在这一整个行程里面 我们蛮大时间都是跟那边的交流学生一起活动的 那其实在这中间我们就会突然导解说 为什么他们要办这个东西 那最后老师也说 其实他们真的是很需要观光 我们受到太大冲击 而且甚至他们在别的地方还会受到歧视 这都是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 那我们还有去很多地方旅游 拍了非常非常多漂亮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最漂亮的 它是叫做五色湖的地方 嗯 这边其实没有发生太多的故事 不过我很想把辅导这个地方介绍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自己去看看辅导这个城市 那再来我参加一个比较特别 包括我现在有在参加就是 郭小城堅日语教学 那这个东西可能也有配合我们校内实习 因为我们校内需要实习的 实习的实数才可以毕业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跟附近的国小合作 在成奸实奸的时候 我们就会派学生过去那边 然后教他们小学生很多 可能基础的日文 或是关于日本文化相关的东西 所以当初我会觉得这个东西 小学生会不会很皮啊 就后来发现 小学生很认真耶 他们超级认真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课堂上面睡 每个人都是很认真在学 老师我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还有人特别买一本笔记 还买自己的书来看日文 我会觉得 哇 跟我当初自己当学日文的自己好像 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也觉得这东西很有意义 那再来我参加 当过大学新生的辅导班代 我们辅导班代总共两个人 那我是其中一个 辅导班代最主要做什么 可能其他大学也是有辅导班代 就是要跟他们说 最近新生的时候要干嘛 然后有什么活动要去 要怎么参加 然后选课什么的 可是我们有个比较不同的 为什么会每天像演讲一样 站在台上呢 因为我们有校科比赛 军旅大学 我们是有校科比赛的 每个高参生都会参加这个东西 在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 为期一个月的练习 从零到一百 那其实在这个上面 嗯 常常会遇到一些 关于像挫折的事 不只是我挫折 可能他们 应该说看到他们挫折 我自己会挫折 像有时候 他们唱的不是很好 我们就必须要扮黑脸要骂人 可是他们就会失落 那失落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必须要给他们灌一些鸡汤 那冠鸡汤每天都在想说 其实什么东西对他们比较好 什么东西对他们比较重要 后来觉得 其实开心最重要 然后用这个心态去带他们的时候 自己也变得 就是有种感同身受 曾经我也是这样来的 然后就变得更开心 大家的凝聚力也更高 那看来就觉得 哇 好有成就感 再来是我另外一个卖点 就是我实习的经验 我在日本的原山庄实习 那日本实习 我最最初我带给的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今天穿上的座物服三维 我就是正式的研修生 我就不是一个学生了 那我是怎么去准备他的呢 因为我们实习 其实会有一个 印日系会有一个 所有日本的厂商 合作厂商 一起在集中在同一天 来到我们学校 然后我们在那之前 就会先写好履历表 就是我们已经在用 藉由网路先寄给他们说 我们今天有谁要面试 谁要面试 然后一个人可以选三间 选三间之后 不好意思 我们选三间之后 然后在这一天 我们就会全部公开 在同一的同一天面试 那时候我是准备 我去大阪 然后还有去石川 然后还有去长野这三个地方 那面试 其实最主要的东西 除了你说 对那个公司的工作内容了解 然后还有对那个城市的了解 甚至说你对 你的工作的渴望 我觉得这个是 最后一点工作的渴望 就是我可能上的主要原因吧 那最后我就上了长野的原山庄饭店 那要想一下 我对这个工作的渴望是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我每个中心 准备的都不一样 有时候会讲 有时候会问到 有时候不问到 那每一个 每一个我去面试的地方 他都有讲到 就是 那为什么你要来这边 为什么你要来我们这边工作 你是最想来这边吗 其实 后来我虽然是每个都说 我是最想去 只是 我自己发现现在是 我今天想去 想去日本 每个都是我最想去的 所以我很准备很多 关于我想去日本的心态的理由 那大家会比较在意说 实习有什么样的开销呢 我们实习从最刚开始讲 那个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是教育部 办给 就是给大学们的一个计划 就是你去海外的学子 可以用到的奖学金 所以你去出去跟回来的时候的机票是 学校补助 应该说是正教育部补助的 那你补助之后 剩下的薪水啦 还有你的员工福利 这些都是和你去哪一间实习 实习点他们签的合作是不一样的 像如果去有些地方 他可能是成大都市 像大阪 东京可能时薪就比较高 那可能住宿就远一点 那像我们的话我们就 长野是比较乡下嘛 他就有自己的员工员工宿舍 那员工宿舍给我们福利就是不用钱 然后有些地方还会提供员工餐 这些都是 然后薪水的话最主要是从 绝对不会低于那个 那个县的最低薪资 那我自己是 虽然是领最低薪资 但是在一年中 我还是存了140万日币 而且我去了非常多我想去的地方玩 其实日本旅游 在国内旅游是非常贵的 那也吃了很多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买了很多好看的衣服 所以回来的时候 不仅经验也有了 收货也有了 还买了一堆伴手礼 最后我还带了40万回来台湾 其实是赚很大 那研修生要什么心态呢 刚才说了嘛 那堂课交给我的东西 我觉得昨天说的好 就是不怕累就不会累了 今天是用你用什么心态去看他 看这累这件事情 有时候上之前觉得 有一次在那个 那叫什么 尾压事情 中文是尾压嘛 在尾压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们饭店是比较做烟灰厂 所以很非常的忙 然后忙到有些人已经累倒了 是日本人他们生病啊等等的 所以上次跟我说 可不可以请你加班 算你已经7点请了 拜托可不可以加到13点 那其实 我算犹豫一下 不过还是跟他说好 那我觉得 难得我今天来这边呢 我还体验这边生活 我以后 说不定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我咬着牙把他忍过去也是一天 那如果我就这样拒绝了 他们怎么看我这样也是一天 所以那就那就做下去吧 再来保持笑容的技巧 其实服务业就是将心比心 真的将是将心比心 今天你跟你的同事 他早上跟他打出来 早晨他就跟你这样 其实你会开心吗 他都在客人身上 客人说不好意思 可能他提了一个比较不好的 请求说不好意思 这个水瓶的瓶子脏掉了 你帮我换一个 那你可能会觉得是很傻眼的 就 好 那客人会什么 怎样的心情 其实 我在这一年 遇到客人 或是同事 他们跟我就是讲话的时候啊 我都是面带笑容 开开心 说好好好 没问题 这个瓶子换了没关系 我去帮你找找看 他其实最后不一定会打承 但回来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你有努力到 而且你是开开心面对他了 我在这一年没有遇到任何的奥客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心态 我是这样想的 那日本的想法呢 日本对工作是什么想法 我把它总结这两个字 这两句话 就是工作要生活 生活是工作 怎么工作就是怎么生活 其实日本人他们 像在我的爸的朋友 他要退休的时候 他想的是 我退休 他不是说我退休之后 要打高尔夫还干嘛 他说 嗯不知道我退休之后 要做什么工作 你不是要退休了吗 怎么还在想工作 其实真的去实际体会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真的是 把工作占 他们生活中很大部分 他们没有工作不行 觉得工作就是他们所有的交际 所有的 所有他们该忙碌的事情 那旅馆实习是在做什么 就是我们的长野原山庄 是在做什么 因为那边很冷 所以冬天基本上就下雪 甚至有时候 在比较 我们另外一间饭店 比较远的地方去 还要禅旋车 那平时工作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一开始是做早餐部的内厂 然后后来开始有在做 可能把他们咬味噌汤 那刚才说 这是饭 然后收桌子 这些的 再来从外场再接到 宴会场里面的客人 就是日本客 我们整场里面就要跟他说 这个料理的介绍要怎么吃 那这个香菇要怎么烤 要烤到什么 几分之后才可以吃 再来到接待 接待就变成我们自己 自己掌控整场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外国客 重点是 我们那边最多的是 台湾客跟 偶尔会有一些大陆客 所以只要有这些客人 这些客人的时候 通常都是我们要去当一个 宴会场的main 所谓的烟会场的main 就是我们要去跟导游 联络说他们现在在哪里 到我们的菜可不可以开始出了 开始出了 因为有些菜它是凉菜 是放在桌上 那怎么时候来 我们开始准备这些东西 那到了烟会场 之后我们还要跟他们 介绍用中文 介绍这个菜怎么吃 那跟日文有什么样的礼仪 我们一起这样好不好 いただきます 然后最后看他说 我们饭店有什么设施 这些都是变成后期 我们常常需要做的工作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还有去出差跟参访 那这边这样的照片是 就是我们在东京 中国的一个旅游公司叫协城 虽然他只是写西城 西带的西 那他们中国是叫协城 那我们去协城那边 拜访他们的公司 那除了协城之外 我们还有去日本最大的旅游公司 叫JTP 然后还有台湾一个老牌的东南旅行社 他们在日本的其中一个合作厂商 然后跟他们 他们就有教我们说这些东西 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怎么跟我们公司合作的 那公司合作的按照我们去见其安排 最主要就是去我们其他旗下的旅馆 然后去那边可能没有住 去那边工作 那或是说去那边玩一日游 就是体验整个 我们如果是身为一个客人 会去做的事情 那我们之后去或许会去那边 那个就业 那就业的话 我们就比较知道 那这边是在做什么的 这张照片是我那边去的时候 还顺便去滑雪 真的是还蛮特别的经验 那实习我有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觉得怎么去做都是取决在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今天你去实习 你面对的他是你要去工作 还是你要去学习 对吧 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今天是去学习的 那我学到的东西 嗯 跟台湾有关系的 我觉得就是第一不要脸色温暖 因为 我觉得 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很优雅的民族 对不对 大家觉得日本可能就是 可能住着就住这样 然后吃饭前还要讲还要讲话 然后西装笔挺这样的感觉 那其实日本在这个社会上 有时候因为他们太拘束自己了 反而他们回到自己家里面 或是跟自己朋友相处的时候 会好像有了一份莫名的墙 那这边我在实习的时候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的系长 就是我们的上司 他在我们要结束实习的时候 他 因为他这一年其实都很照顾我们 然后我就跟我的伙伴说 那不然我们就送他一瓶酒 因为他很喜欢喝酒 我送他一瓶酒 然后写一张卡片给他 然后挂在他的那个门把上 结果第二天 很扯哦 他我们在上关上一半 他突然走过来说 哎 你们干嘛这样啊 我说你干嘛怎样 我差点哭出来 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然后他说 这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有人这样对他 然后后来他请我们吃烧肉啊 在吃烧肉的时候 他就愚重欣赏的跟我们说 其实他之后可能 也不会在这边待很久了 然后 跟我们三个说 觉得这一年 我们这样对他关心 他有一种当爸爸的感觉 他没有结婚 他觉得好像我们是他小孩 这就是我觉得 台湾人应该要保留的东西 因为 可能我们一直会觉得外国好棒 我们觉得美国好棒 觉得日本好棒 很多地方好棒 可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优点 其实就是 台湾最好的景 台湾最好的景就是人嘛 真的 其实台湾人对他人的关心 是我们在外面最大的力气 不要忘记这一点 还有 如果你真的很累了 告诉自己 我还可以再蹭一分钟 当你要倒下了 再蹭一分钟 我常常真的觉得很累快不行的时候 我再告诉自己 再忍一下 起来 其实这个一分钟到后来变成30分钟 变一天变 就莫名其妙 这一年就蹭过去了 那 其实就取决了 你 不要真的 你不要认为你自己会倒下 相信你自己还可以再蹭一分钟 你就真的能够再蹭一分钟 那在旅游的时候 我在日本的时候 常常有去很多地方旅游啊 那我给自己是有要一定要去三个城市 三个日本最大的城市 还有一个我未来可能不会做的挑战 那三个城市第一我要去东京 因为东京是一个大城市吗 日本代表大城市 那其实去东京老实说 我不能觉得他算是一个旅游 我觉得他算是比较学习的部分 因为我去的时候发现 嗯 为什么这些人穿着一样的衣服 然后穿着西装笔挺 然后组在一起 可是他们下班之后 好像每个人的心都是分散的 甚至他们可能喝完酒 然后回到家又变得不一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们 每个个体之间好像有一个说不出的隔阂 但是却在台面上又变成一个很合作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后来去完东京之后我又去了大阪 那大阪 其实那个那个 Image上面是跟东京很像的 就是高楼大厦非常的先进 地铁什么的都有 可是去东京的时候 我去逛街 到处都是台湾人 就想说啊 这边干嘛 你去做什么 去买什么 我觉得 这边到底是台湾还是日本啊 然后觉得 可是旁边这边高楼大厦这么多 我到底在哪里 其实觉得这边 老实讲啦 虽然是在大阪市 但是非常的有在家乡感的感觉 然后 后来我去我最想去的地方 去京都 我如果在一起里面给他打100分 实地去之后 我大概给他200分吧 因为我脑海中 想着日本 以前 想着那些日本 是我到实习之后 看到日本可能不一样 去辅导可能不一样 可是 我以前梦想中的那个日本 就是在京都里面我才看得到 后来 在去年大概11月的时候 2018年11月的时候 我就去爬了富士山 爬富士山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一件事 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在运动的 然后在爬富士山之前 我通常说 要不要去爬 我好啊 然后去健身房 一个月 就这样莫名上山了 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因为台湾我们在 我在台湾以前 发的餐都是跟我奶奶去 可能是 跟 一群人 然后去上面野个餐 就下来了 可是在富士山不一样 我们要拿着主拐杖 然后往上爬 登山杖往上爬 然后有些地方就悬崖一看 下去就完蛋的那种感觉 其实到下来之后会觉得 完成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觉得自己好棒 而且上面认识了很多很多 日本的朋友或是外国的朋友 那我出国之后 一直到回来我发现什么 我觉得我很喜欢台湾 因为 其实 要讲别人 我们自己在别人国家眼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最有感触的是 有一次那时候 好像台湾在 在 那个什么 那个同婚的议题 还蛮 还蛮热烈的 然后我就跟我们那个公司 人讨论 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 日本同事就会说 你们台湾都不会有共同的想法 我说 不会啊 这个东西不是要讨论吗 他们就觉得 好奇怪哦 他们如果选上一个政客 那他们政客的 提出的那种条件 或是他们的方针 其实 虽然不一定喜欢 但他们所有人都会一起 征询这个方针去前进 所以他们反而觉得 我们有一种 一起来讨论 这个国家的大事的感觉 反正我们好像很 比他们更民主 那 他们大部分人是非常喜欢台湾的 可是 跟他们讲这才发现 原来其实日本人离台湾这么急 已经最近一个国家了 他们却不那么认识台湾 那我在中间有认识一些外国人 他们很多也都去过去过台湾 但是都觉得 怎么跟我们 跟那个什么 我嘴巴讲出来是不一样的 那心得与收获呢 我觉得心得与收获最大的就是 我认识了自己 然后看见了世界 我认识自己 在这四年来 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找到目标 我觉得找到了 自己未来一定要走的路的志向 就是我要帮助别人的快乐 因为这这四年来 我做的最多 出了系学会 然后刚刚说的 担任辅导学长 然后 在内区实习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用一个字来讲 就是服务他人 我觉得在帮助他人 在当做他人的时候 我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 然后看到别人变好 让别人开心 我觉得 以他们的角度来讲 我好像是一个很棒的人 然后 我自己就觉得 更喜欢自己的感觉 那再来看见世界 我觉得 去外面之后才看到的东西 跟自己看到的不一样的 我走出了台湾之后 我才有办法用了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那些我曾经看到的东西 但是我曾经看到的议题 我在日本眼中是不一样的 然后 因为这 因为这样子到后来 我才会回来 会有一些看 外国的频道 不一定是 甚至不是日本的CNN BCC这些的 我才会开始用别人的角度 去看国际的形式 甚至是看我们自己 如果我给各位 未来可能会当我们学弟的 学弟学妹的高中生 两个建议的话 我会告诉你们 学生实习常识 永远摔不死 就算你读书 你读得很深 这也是一种尝试 然后 你去 当期学会 你去尝试办活动 你在实习的时候 尝试问 上次很多一些 平常人不会问的问题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 你今天是一个学生 所以 那我教你是正常的 所以我好像是一个老师的感觉 然后 自己拥有这种学生身份 其实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 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去尝试 有没有去学 还有乐观很重要 乐观一直都是我 生过来 可能最大的优点吧 我觉得乐观 取决你这件事情 应该说 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成功 大部分都取决你乐不乐观 有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件事情 未来没什么发展了 完蛋了 那你就半途而废 你很害怕 可是 如果你当初的心情是 好 没关系 说不定 那你就完事了 事实就完事了 那到后来才发现 哎 这个东西没这么难嘛 与其说 乐观 它直线带给什么 应该说 乐观让我 有 去尝试的机会 让我有了这些机会 我才有后面 我这些成就 或是 甚至不是成就 就是让我自己开心的东西而已 那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会遇到 属于自己的契机 我的契机 可能在我故事中 是那个 去比赛的女生 那可能是我上了大学 甚至是 今天我就在这边 跟大家说 我的故事 那 可能你现在还迷惘 但是你不要害怕 你未来一定会找到 专属于你自己的契机 我会跟自己高三说 我很好 因为你很努力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觉得 那一年高三 如果没有那一年 就没有现在的我 我现在很好 很开心 告诉大家 享受你的努力 你的未来 就会更像 你想象的那个未来 那这边 南京隔音门的林经理 想要给大家一句话 人生定位及努力 一样重要 那这边是我前面 讲座上面的一些 图片的来源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 或是问我 那我也可以传给你们看 那我的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